2015年7月 我们一行前往贵州碧杰市文革乡中寨村 进行了为期25天的支教活动 当我遇见雅玲时 她已经能听到些许声音了 杨雅玲在两岁时 被发现耳朵听不到声音 后来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外生活 曾经到山东上海求医诊断 上工的时候嘛 那学生那边带到医院就健康了 如果给她吃就要20个 所以她爸爸妈妈就说没办法 就把这个棚子卖掉 我说卖掉这个棚子 还有她两个弟弟 再也没有弟弟去棚子 所以我说你不经过管他也过 孩子要不要管 那就跟这个家庭就困难一大 把这个放在住就好了 就也差十万 就这样雅玲的病一直拖到了现在 雅玲是个聪明活泼的 很多的孩子 对任何事都充满好奇 遗憾的是 因为龙雅 她一直都没接受过完整的教育 她也在今天小学读过学 不过 不过 不过一个学 那我们没法收到 就给她家庭打 我们一直跟她把她送嘛 其他好 那我们的儿子我们是害了 小姐姐 你要漂亮 哪有漂亮的小姑娘 如果在这村子里面继续 这样啊 因为她又听不懂 老是教的 她又懂得 只能说是整大爷长了 硬的年龄了 找到人家 主家了 这一辈子就完了 以前这边去的时候 整个九十四五岁就跟人家 这么结婚了 但是今年还好一些呢 今年呢 今年就出现两月了 然后都没怎么出现 至少都能得到主要出东西 我刚刚才结婚了 像我们刚来的时候 就吃了很多 13岁就被人家结婚了 亚玲在中寨小学 只读了一个学期 之后便在家 整整辍学一年 直到去年 乡政府调查到了她的情况 这才把她送到 大方县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也就是在那里 她接受了新的检查 佩戴了助听器 亚玲在十岁这一年 终于有了微弱的听力 和语言能力 我们的故事 也就从那时开始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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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学习说话 亚玲更喜欢学习手语 她经常会和我争论 在龙亚学校学习过的手语 吗 听起学习手语 快乐快乐快乐 不一会儿雅琳就被放在一边的电脑吸引了 虽然雅琳认识的字很少 但她好像什么都能看动 除去电脑 手机是雅琳最喜欢的玩具 无论何时何地 她都会拿起我们的手机玩个不停 哇 这一块声音是什么 她跟杨远豪吗 这天雅琳的弟弟杨远豪把雅琳的手机抢走了 但杨远豪并没有道歉的意思 雅琳平常几乎不和弟弟交流 大多时候就是这样打打闹闹 杨远豪是个懂事又贪玩的孩子 今年只有八岁半的她要上五年级了 但她对学习却丝毫没有兴趣 北京是什么 那中国的首都是什么 她是上学的时候就四岁嘛 国家又没那个要求说是不就那个退缴 那段时间就是让她去完 有个人关注她 二年级的时候 那年我们这边就不受益年级的学生 就毕竟上了年级 不受益年级的学生 是啊 其实老师很少 没老师教 那年就没受益年级 现在这就是国家有个规定了 年级打不到上一年级 你就不能收进来 收进来了以后就不能退进下去 还没有找到北京呀 哎呀 现在她觉得语不懂 嗯 现在时髦都不懂 今天她考试那个数学 那个八分 这八分还不知道是 只是她考的 嗯 那个英文只得四十分 所以没办法就是 随便她了 她老弟说 这时的不能留情下来的话 请她去婚 婚嘛 这两年的话 多分了就不做 呵呵 实在没办法 北方 人家北方在哪一块吗 这块 来这 这是地球的北方 那中国的北方在哪 上北下南 中寨的小孩 大多就是这样任期发展 就像这里的洋育一样 今年种下 明年再挖出来 年幼贪玩的他们 渐渐便放弃了学习 我最最讨厌的就是 英文和数学 上课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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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 赫雅玲熟起来以后 课变得越来越难上 很快她就学会 自己给自己下课了 当我们不同意时 她变换了另一种方式 在我的印象里 雅玲 雅玲每一次静默 都是可怕的 也许是一直没有找到我们 雅玲熟 雅玲有两天没来上课了 雅玲熟 我们在外边等了很久 直到雅玲的爷爷回来 才知道 他一直在二楼 那边是被写意 从我回来 你到生活之时 还发过 什么 下午吗 不想 上课吗 新 上课 下课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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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上课吗 不想 下还是不想 下还是不想 能不能回答我呀 没想到的是 雅琳竟对我们不理不问 想不想 没提到你干树 谢谢你树 那我们坐 你会树 你会树 你可以问问他 他要不想去的话 你今天可以休息一下 没事吧 他昨天下午是去外婆家了 那你 那你这么玩 他去玩去了 他没去 他在叫你玩 那下午让他吃完 那你去吧 下午去上课 下午上课 走 下午 我刚刚想 我真的觉得我好残暴 这嘛 我想把架 妈呀我好残暴 我可能是看电影看多 你吃了吗 你吃了吗 没有吧 吃了 吃了 吃了面条 雅琳很快就从家赶了下来 不过这一回 换作我们没有时间去理他了 我想 只要雅琳开口 龙雅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那时总是责怪他不懂得去上进 可他毕竟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也没有人去教育他要努力 上课要认真 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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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 爸 妈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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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觉后期的一个晚上 我们去雅琳家做客 雅琳爷爷喝醉了酒在楼下睡着 雅琳的二弟杨成熙也在沙发上睡着了 紧接着就从沙发上掉了下来 我找了头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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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个口脸啊 嗯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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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好 爸 波 Patriot 你 我们试图把杨成熙抱下去 但她哭得很厉害 始终没有办法 亚玲又一次屏蔽了我们 可我们却不知道 到底该做些什么 不不不 我觉得我们俩如果真的要走的话 他们俩是无所谓的 就像我们没有存在 在这个院没有来过这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并不能这样回去 你在哪睡啊 你说 快 你在哪睡 能不能看着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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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看我跟她说个毛啊 我至今也没想通 亚玲为什么会不理我 十一点半钟 亚玲的爷爷终于醒来上楼了 我们跟着亚玲爷爷下去吃饭 亚玲并没有跟来 啊 你们来我家呢 我作为人家都有请你们 不过让你爸爸和妈妈 她爸爸妈妈都嫁到他们男性 来听你们害你得 害你不有吊吓 哈哈哈哈 为什么呢 但是你们要怎么来这里呢 你们要来 反正要吃饭也不行 要吃面条就面条 要吃不吃啊 吃 也许在那一夜 我们才知道 亚玲爷爷拉扯着三个孩子 有多么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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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是金白天 刘awia initialminded 才说的是不 number of people 我想我会 会 我会 想我会 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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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嗯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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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的雅琳懂得的语言更多了 和我们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干嘛 我干嘛 干嘛 我干嘛 我啥也没干 要 要 在我心里 总是希望雅琳开口说话的 我知道 她是可以有自己声音的 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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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那时 我们已经快要离去了 她也许只是看着电视 一直呆在家里 一直呆在家里 我知道 雅琳认不得那么多字 但我希望 她有一天 可以看懂 漾琳 雅琳 那你 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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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我吗 上在家里 安盛 好吧 好吧 瞧 为谁给了我 祝福歌声唱出谁的不感伤 这段追求理想听的人不消失 我执着的不能走过 能的还要多少次不退缩 我执着的能力 救命!救命!救命! 救命!